人生礼仪的酒俗 很多人生礼仪都和酒有关 酒在这类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在相应的仪式中表示期望、祝愿和祝福 人从出生到成年再到婚姻 无不和社会产生联系 因此也就衍生出一些生活酒宴 如抓周酒、假冠礼酒、祝寿酒等等 抓周酒 在中国,婴儿诞生礼仪离不开酒 从婴儿诞生一直到一周岁 其主要内容有满月酒、百日酒、周岁酒 周岁酒是在婴儿长到一周岁时举行的 俗称抓周或得周 在这一天,家人照例要用酒来进行庆贺 抓周一般是在桌上放笔、书、纸、算盘之类的东西 让小孩来抓 以测试其将来志向 如果小孩抓住了笔或者书之类的东西 就预示着将来他喜欢读书 在场的人会交口称赞 但是,即使小孩没有抓笔或书 抓了其他的东西 在场的人也会说一些祝贺或者吉祥话 小孩在抓周之后 家人就摆出周岁酒招待宾客 届时有大人抱着孩子 在酒席上轮流称呼在座的长辈 家人还要逐一劝酒 《红楼梦》中有一段描述贾宝玉周岁时抓周的场景 那周岁时,郑老爷视他将来志向 便将世上所有东西摆了无数叫他抓 谁知他一概不取 伸手只把些脂粉拆环抓来玩弄 郑老爷便不喜欢 说将来不过酒色之徒 因此不慎爱惜 古代成年礼属于家礼的一种 男子的成年礼被称为冠礼 女子为姬礼 成年礼意味着男女青年至一定年龄 姓已经成熟,可以婚嫁 并从此作为家族的一个成年人 可以参加各项活动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 成年礼实行于周代 按周制 男子在二十岁时行冠礼 天子和诸侯多提早行此礼 以便早日执掌国政 相传 周文王在十二岁就加冠 成王在十五岁行冠礼 古代冠礼在宗庙内举行 日期为二月 冠前十天内 受冠者要先补试吉日 十日内无吉日 则试选下一旬的吉日 然后家人将吉日告知亲友 行家冠礼的前三天 又用事法选择主持冠礼的贵宾 并选一位赞冠者协助冠礼仪式 在行礼的时候 受冠者的父亲 贵宾及受冠者都要穿礼服 在家冠的时候 先家资不冠 次受以疲变 最后受以绝变 家冠完后 由贵宾对受冠者读注词 祝他成为成年人 并且要求他保持威仪 培养美德 最后祝他万寿无疆 大福大禄 之后 家冠者拜见自己的母亲 贵宾为他取字 然后主人送贵宾到庙门外 为他敬三次酒 同时送他两张鹿皮 五匹薄做报酬 另外还要馈赠牺牲的肉 受冠者则改服 礼貌礼服去拜见长辈 拿野质等东西 去拜见香大福等人 如果父亲已去世 受冠者还要向父亲的神位 进行祭祀 祝寿酒 祝寿饮酒的风俗由来已久 人们一般逢时办寿酒 按照习俗 人的一生中 只在四十岁时不做整寿 因为四的谐音是死 这一年祝寿被视为不吉利 所以人们都很忌讳 人在六十岁以后 年龄越大 寿酒的规模也就越大 按照天干地支计算 六十年为一甲子 而且人到六十岁之后 早已是儿孙满堂 家成夜旧了 届时为老人祝寿 屋子中间的房间 就作为寿堂 上面高挂寿星图 贴上祝寿对联 桌上摆着寿酒 寿竹 寿桃 寿膏 寿面等 欲试吉祥的东西 左寿老人端坐堂前 依次接受儿孙小辈的 跪拜和敬酒 在拜寿完毕之后 大家就开始喝老人的寿酒 吃宴席 很多地方的人认为 喝了老人的寿酒 自己也会长寿 而且喝得越多 越长寿 所以在酒宴上 大家都开怀畅悦 婚嫁宴会的酒俗 婚嫁是人生中的大喜事 这件喜事同样离不了酒 在婚嫁的宴会上 饮酒是为了增加喜庆的气氛 古代社会强调酒以成礼 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婚嫁礼俗上 自古以来 人们都把婚嫁宴席中的酒 称作喜酒 这说明 酒与喜事的关系很密切 婚嫁是人生中的重大仪式 在这样隆重的仪式上 不能少了象征吉祥喜庆的酒宴 因此人们对为婚嫁办酒席 宴请宾客 也情有独钟 乐此不疲 女儿酒 在一些盛产酒的地方 婚嫁风俗中 酒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一些人家生了女儿 在女儿出生的当年 就酿制几坛酒 密藏于地窖或家墙内 一直到女儿出嫁时才娶出来 或做陪嫁 或在婚宴上款待客人 这种酒就被称为女儿酒 父母在酿制女儿酒时 不仅选料 记忆十分精心 连酒坛也刻意装扮 请人会上各种吉祥的图案 提上吉祥祝词 如花好月圆 万事如意 白手偕老等 以寄托自己对女儿的美好祝愿 生女儿的人家酿酒 生儿子的人家也不甘落后 很多人家在有了儿子后就酿酒 并在酒坛上涂上珠红色 着意彩绘 这种酒被命名为状元红 希望儿子将来能高中状元 无论是女儿酒还是状元红 从酿造到饮用 中间要等十几年 当男婚女嫁时才能起风 这些酒存放十几年以后 往往会浓缩 因此口味和质量都很好 在女儿成亲或儿子大喜时 父母就请亲朋好友喝这种酒 以此来增加喜庆的气氛 婚嫁酒宴 在我国很多地区 男女在订婚时都要备酒宴 招待宾客 双方亲友会到场祝贺 到了婚嫁的日子 一些地方还要喝别亲酒 在女儿出嫁的前天晚上 父母要为她制备酒席 女儿入席时坐于首席 由平辈或小辈陪着 席间先由她的母亲 为女儿珍酒 酒宴结束后 长者引着她辞别祖先 有些地方 男方迎亲队伍 去女方家迎娶时 女方还要专请迎亲队伍 喝酒吃饭 辞酒也叫上马酒 新娘的父亲或叔伯 要专酒杯 为接亲队伍践行 预祝他们一路平安 有些地方 在女儿出嫁当天 父母要置办酒席 送女儿出嫁 还有些地方 新娘和男方 由迎亲队迎接到 男家大门口时 男方家的两个妇女 要站于门口 一人捧盘举杯 一人植壶珍酒 向新娘和送亲宾客敬酒 新娘饮酒后 才能进夫家进行拜堂 古籍记载 两千年前 就有在结婚之日 新郎先至女家迎娶新娘 待新娘进夫家门后 要设酒宴 让新婚夫妇 先牢而食 和谨而许 喝和谨酒的习俗 到宋代 才改用两支杯子 但仍用红绿线连接 新婚夫妇 各饮一杯 以示和欢 和谨也从此改称 交杯酒 新婚夫妇这一天 必定是既兴奋又羞涩 一切行动听凭亲友支配 有的地方 对交杯酒的杯子处置 非常有趣 要将杯子置于床下 咽其抚养 如杯子一抚一养 就意味着天赋地载 阴阳和谐 是大吉大利之兆 行军打仗的九俗 古时候 行军打仗时 有很多九俗 如 初诗时 有祝节之隐 胜利归来时 有庆功酒等等 初诗祝节之隐 在我国已延续了几千年 是古代的战争传统 丹劳劳师 春秋战国时期 岳王勾剑 在吴国 做了三年阶下囚 主食是 养军马 三年面无韵色 我心尝胆 终于赢得了 吴王夫差的信任 获释回国 回国后 他立志复国 经过二十年的 历经图治 修养生息 使越国国库充实 兵强马壮 百姓富足 破无学耻的时机 终于来到 出征那天 清国的百姓来送行 还有人送来一单酒 勾剑 闻着从湖中溢出的酒香 百感交集 思绪万千 他为自己当年的无知 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 而愧疚 又为 有如此通情达理 生死与共的好臣民 而宽慰 他含着热泪 向军民大声说 寡人戒酒二十载西 所盼 乃今日 而今开戒 不灭乌国兮 事不返回 并登上祭台 对天祈祷 苍天助我 祖宗诱我 说吧 以酒仇军 因酒少而兵重 便命人将酒倒入河流中 与将士们一起迎流痛饮 酒入河口味虽淡 但将士们 却从中品味到了爱国之情 因此 士气更加高昂 人人都说 由此梁君爷 何以为死乎 一时间 富免子 兄缅弟 富免夫 场面十分感人 在一片激昂的 不灭乌国 誓死不归的呼嚎声中 岳王率将士们 踏上了伐吴的征程 征战中 岳国将士众志成城 同仇敌抗 一举攻下姑苏 打败了乌国 继而挺进中原 谋求霸业 一锦还乡 汉高祖刘邦 在取得统治权以后 回到故乡沛 即 金江苏沛县 照顾人 父老 子弟痛饮 酒汉时 刘邦亲自敲击一种 叫柱的乐器 唱大风歌 大风起息 云飞扬 威加海内息 归故乡 安德蒙世息 首四方 史记载 刘邦一边唱 一边起舞 慷慨伤怀 气数行下 温酒展画雄 东汉建安年间 刘 曹 孙 还未形成三国鼎立之势 刘备兄弟 暂居于曹操门下 曹操与董卓两军对垒 被大将画雄 连斩两员偏将 曹营一时哗然 这时 关羽主动请战 愿取画雄之头 陷于仗前 曹操转忧为喜 特酬热酒一杯 为关羽助威 关羽把酒放下 飞身上马 直奔画雄 帐外喊声大作 如山崩地裂 朱将正在观望 关羽已将画雄之头 置于帐前 此时 悲酒尚温 出师之隐 又成了胜利之隐 朱节庆功的胜利之隐 较之出师之隐 似乎更受重视 也更为常见 事实上 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中 举凡一项任务 圆满完成 一个科研课题 取得成果 一场竞技 名列前茅等等 都常举行酒宴 都常举行酒宴 庆贺 民俗节日的酒俗 中国的传统节日非常多 主要有春节 上四节 清明节 端午节 中秋节 重阳节等 人们在过这些节日时 都有办酒席和饮酒的习俗 春节是旧的一年过去 新的一年开始 在这个时候 辛苦忙碌了一年的人们 都习惯大大操办一番 从古时候开始 春节就是一年中 最重要的节日 在此期间 人们要礼天地 祭鬼神 四祖宗等 春节九俗 旧时民间的喜庆活动 往往从农历的 腊月二十三就开始了 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 正月十五元宵节 时间将近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中 九是必不可少的 春节有三个重要的部分 就是送灶 守岁 元宵节 送灶 一般是农历 腊月二十三 据说灶神 是玉皇大帝 派驻凡间的一个神 负负责 负责监督全家的 言行 掌管全家的 吉凶祸福 每年腊月二十三 这天 灶神要回天庭 向玉皇大帝 报告这户人家的情况 所以家家户户 在这一天送他上天 同时祈求灶神 在玉皇大帝面前 多言好事 所以在送灶神前 人们要先祭灶神 在灶神爷面前 放上贡品 酒 水果 和麦芽糖 酒是为了使他醉 免得他多说话 糖 是为了黏住灶神爷的口 免得他多说话 然后 点上香烛 祈祷一番 祭祀就算完毕了 除夕夜 是旧岁之末 新年的开始 按照我国的民俗习惯 这一夜 是不能睡觉的 被称作守岁 在守岁的时候 还要喝酒 这酒 就称为守岁酒 古时 也称为图苏酒 图苏 原是草庵之名 相传有一人 住在图苏庵中 每年除夕夜 都给邻里一包药 让他们将药放在水中浸泡 到原日时 再用这井水兑酒 何加欢饮 全家人一年都不会染上瘟疫 后人便将这酒 称为图苏酒 饮图苏酒 始于东汉 一般饮酒 是先老后小 长幼有序 唯有饮图苏酒 可以反其道而行 先小后老 先幼后长 圆宵 元宵节在农历正月十五 是三观大地的生日 过去人们向天宫祈福 必用武生 国品 酒 供祭 祭礼后 彻供 家人团聚唱饮一番 以祝贺新春佳节结束 在这一天 大街小巷 处处挂满各种花灯 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喜气洋洋 这一天 各家各户习惯吃元宵 元宵又称汤团 取团团圆圆之意 其次是饮元宵酒 亲朋好友 在这一天再次聚会 上四节九俗 上四节是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 在周朝的时候就已出现 上四节最早是农历三月上旬的四日 后来固定在农历三月除三 农历的三月天气已经转暖 人们正好出来在户外活动 在上四节这一天 人们都要到水边洗涤除垢 游玩嬉戏 以后又逐渐形成了临水宴宾 上四节临水宴宾活动 与其他节日的喝酒风俗不同 更随意 更自由自在 清明是人们踏青扫墓的节日 而祭扫祖坟缅怀仙人 是每年清明必定要做的事 在祭扫祖坟的时候 人们需带上韭菜 香烛和供品 在墓前整齐放好韭菜供品 点燃香烛叩手祷告 并且还要为祖先的坟 除草陪土 带去的韭菜供品 一般都在祭祖后 送给坟亲享用 这就叫吃上坟酒 日常生活中的酒俗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难免有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 也有帮助别人的时候 有时遇到高兴的是 希望跟亲朋分享 心情不好时 希望有人来安慰 酒有维持友情和社会关系的作用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 就产生了很多酒俗 民间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事离不开酒 比如生子、结婚、盖房、开业、送行、谢罪等 方方面面都离不开酒 有些地方有报生酒的习俗 妻子生了小孩之后 丈夫就提着装满黄酒的酒壶 到丈母娘家去报生 丈母娘把黄酒倒出来 然后在酒壶里装一些米作为回礼 让女婿带回去给女儿熬粥 丈夫回家之后 还要送一些酒给族人和邻居饮用 在旧时 孩子出生后 家人要请人算出孩子命中 有无克星、恶难 如果有的话 就要把孩子送到附近的寺庙里 做记名的和尚或道士 一些富裕的人家还要举行隆重的记名仪式 拜见法师之后 回到家中 就要大办酒席 祭祀神祖 并邀请亲朋好友 三亲六隽 痛饮一番 而此酒就叫记名酒 上粮酒 在中国农村 盖房是件大事 盖房过程中 上粮又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 所以在上粮这天 要办上粮酒 在建造房屋的时候 上粮要选择在即日举行仪式 准备酒席请工匠们喝上粮酒 届时 主人要准备三桌祭酒 正中祭祀的是先师鲁班 其他两桌则祭祀天地 在举行上粮仪式的时候 由年长的工匠登上梯子 说一些吉祥话 然后在屋子上架大粮 有的地方还流行用酒交粮的习俗 上粮结束之后 主人就请所有的工匠坐下来 享用酒席 以此来表达对他们的谢意 开业酒和分红酒 开业酒是店铺作坊置办的喜庆酒 在店铺开张或作坊开工的时候 老板要置办酒席 以表示庆贺 过去一些店铺或作坊 在年终按股份分配红利 也要办分红酒 一方面是感谢股东的支持 另一方面是期望来年的生意 能更好 下雪酒和上雪酒 下雪酒在中国古代十分流行 当时一些中上层家庭 都要请家庭教师来教育子女 在一年的学习结束时 家长一般会专门摆酒席 宴请老师 感谢老师对自己子女的教导 有的家长在此时还希望老师 来年能继续教育自己的儿女 下雪酒都是用上好的酒品 菜窑也很丰盛 以此来表示对老师的尊敬 在饮酒开席之前 主人要先祭祀先师孔子 然后主人行严老礼 接着主人的儿女向老师行叩拜礼 最后是主客尽情饮酒 很多富裕的人家 在第二年春天开学的时候 还要再次请老师吃酒席 这称之为上雪酒 在日常生活中 当朋友远行的时候 有喝壮行酒的习俗 也叫送行酒 表达惜别之情 谢醉酒 谢醉酒起源很早 战国时期 赵国的老将连坡 不服令向儒的官职比自己高 多次寻衅和侮辱令向儒 令向儒为了赵国的利益 一直对其忍让 最终连坡明白了令向儒的大意 他就裸着上身 背着经条上门请罪 请罪一说就起源于此 到后来逐渐发展为谢醉酒 祭祀中的酒俗 祭祀的典礼属几礼 被列为六礼之首 古代人认为 祭祀是家国之大事 在祭祀中 酒是必备之品 古代的祭祀主要是祭祖先 祭神祺 其目的是表达对祖先或神灵的崇敬 并祈求保佑和赐福 祭祀之前 所有参加祭祀的人 都必须沐浴更衣 且不得知婚 尽管祭祀中使用酒 但是在祭祀前任何人都不能喝酒 以此来向祖先和神灵表达诚心与敬意 在祭祀的时候 对现场的纪律要求很严 皇帝经常要求陪同的官员 虔诚整肃 不许迟到早退 不许走动喧哗 不许咳嗽吐痰 不许次序紊乱 不许闲人偷去 不能出现礼节上的错误 否则必然严惩 天子之计 古时的天子诸侯都建有宗庙 用来进行祭祀以求庇佑 按照古制 天子设有七庙 庙里供奉着他的七代祖先 其中太祖庙居中 左右分别为三赵三墓 三赵三墓 是由建在的天子往上数的六代 祖父 高祖父 高祖父之祖父为三赵 父亲 曾祖父 曾祖之祖父为三墓 诸侯一般有五庙 大夫设三庙 士只能有一庙 一般国家有了大事 天子一定要到宗庙去祭告 以示对祖先的尊敬 皇帝即位时 也要在宗庙里进行祭祀 召见群臣接受应喜 以此表明正式掌握了国家大权 一般的老百姓在家庙里祭祀祖先或家族守护神 称为家祭 路由的士儿诗中就写道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望 告乃翁 既礼用酒 古代统治者认为 国之大事 在四 在容 而在祭祀活动中 酒作为美好的东西 首先要奉献给上天 神明和祖先享用 周礼中 对祭祀用酒 做了明确的规定 在祭祀时 用五旗 三酒 共八种酒 祭祀包含 迎神 殿玉博 禁祖 出县 亚县 中县 彻传 送神 妄议 九个仪城 各仪城演奏不同的乐章 挑文武八义武 使用不同的酒 清淡 朝廷进行祭祀时 套设文 武 乐武生 四百八十人 执事生 九十人 每进行一项移城 皇帝都要分别向正位 各配位 各从位 行三跪九寇之礼 从迎神 至送神 要下跪七十多次 寇头两百多下 整个过程 历时两小时 而在这期间 皇帝举酒杯的次数 也多达几十次 后来 一些皇帝到年迈体衰时 不堪如此大的活动量 一般都不亲自去制祭 而派遣亲王或皇子代行 节日的酒祭 在一些节日里 人们常常要举行酒祭 其中 辣祭 福祭 和社祭 最具有代表性 节日祭祀 在老百姓生活中 占据重要位置 这些祭祀 也都和酒 有着密切的关系 比如 辣祭 福祭 社祭等 辣祭 辣祭 一般在农历十二月 及辣月举行 在古代 辣通列 人们列寿以祭祀祖先 敬酒献诸神 祈祷丰收 必灾迎祥 这种祭祭 就被称为辣祭 据史料记载 春节风俗 就来源于远古的辣祭 而辣祭 原是神农士时代 所神鬼而祭祀 何具万物 而所享之的 岁中祭祀 后来 这一习俗 逐渐演化为 过年的习俗 《诗经》中 就曾写到 七月流火 九月受医 一之日必发 二之日历练 无依无贺 何以足碎 三之日 于四 四之日 举止 同我父子 一笔难母 田郡致喜 七月流火 九月受医 春日载阳 又名苍更 女植一筐 尊笔微行 圆求桑桑 春日迟迟 采凡奇奇 在诗中 隶数了一年中 辛劳的日子 舒缓地叙述了 年中的浓贤 和年的味道 年 是传说时代的风年 到了夏朝时 则转化为 岁的说法 其意思是 翻过这一段时间 春天就到了 而在这个时候 已久进行的祭祀 就叫 蜡祭 到了商朝 呈现在阴墟里的文字 叫蜡祀 说的是一年的时间将近 该举行仪式 答谢神灵了 而且在当时 这个日子被编入了史册 周代 蜡祭开始叫年 古良传 《宣公元年》里记载 五谷大熟 为大有年 有字 在《易经》里 是风年的意思 年在甲骨文中 是古碎成熟 迎风和舞的样子 在两汉前 亦为五谷风登 这个时候 蜡祭 已经逐渐转化为年的习俗 过年 人们保留了酒祭和饮酒的习俗 福祭 福祭 为古代民间的重要酒祭之一 和蜡祭一样 酒都是必不可少的 福者 饮福必胜鼠也 他指的是三福 也指剩下鼠热 福祭 就是指在下福进行的祭祀 在福祭的时候 要饮酒 杀狗举行祭祀 以却热毒恶气 在后汉书 舍祭 舍祭 也叫祭舍 主要祭祀 舍祭之神 依祈求丰年 古代把掌管土地 和丰收的神灵 称为舍神 我国自上古以来 每年的春秋季节 都要举行 祭舍活动 而且这种活动 在民间流传广泛 到了周代 以历春 历秋后的假日 为季舍日 到了汉代以后 各个朝代的舍日日期 就有所不同了 从唐代开始 民间开始固定舍日的日期 以历春 历秋后 第五个雾日 分别为春秋的舍日 在春秋这两个舍日中 春设祈雨和五谷风灯 秋设祈秋 百谷风仁 并且向舍祭神报功 祭祀了舍祭神之后 人们还要进行 饮宴行乐 在民间 舍祭既是老百姓 祈求丰年的活动 又是休闲欢歌的 畅饮节日 在舍祭中 除了供舍酒之外 人们按照习俗 还要吃舍饭 舍肉 舍糕 舍粥 和舍面等 在这些作为祭舍的祭品中 祭酒是最为重要的 祭神之后 人们就把这些祭品 分了食用 在这些祭品中 人们把吃舍酒 当作神对自己的恩惠 所以到了舍日这一天 人们或拿着自家酿的酒 或拿着借来的酒 来到田间或大树下 社坛以酒祭设神 祭祀结束之后 人们就在原地畅饮 直到尽兴 危罪而归 用酒来祭祀神灵 祖先的习俗 在中国历史悠久 古代社会 不管是皇家 还是普通老百姓 都非常重视祭祖 皇家在祭祀祖先的时候 场面很大 仅祭祀用的酒器 就有几十种 而且还要使用 多种祭祀专用的酒 民间祭祀祖先 不讲什么排场 但酒水却少不了 早在商周时期 人们就十分重视 逝去的祖先 在周代的制度中 对祖先的祭礼 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从汉代开始 慕祭之风就流行了 当时的朝廷 还进一步完善扩展了 对祖先祭祀的礼制 古代民间祭祖九礼 从两汉到魏晋隋唐时期 祭祀祖先的风俗 与封建的祭祀礼制 逐渐结合 并且不断在民间渗透 由此形成了 已久祭祀的民俗和礼制 并影响到全国各地的祭祀 元旦 葡萄酒的酿造 有了很大发展 这个时候 人们祭祀祖先 还出现了使用葡萄酒的状况 在古代 每逢农历正月初一 清明 冬至 民间都要举行祭祖活动 届时 一家之主要率领全家 给祖先斟酒 并把酒撒在地上 行泪酒礼 依祈求祖先的庇佑 古时每年的清明节 还有饮福酒的祭祖风俗 当天祖长会率领全祖长佑 酒祭祖先 然后打扫祖墓 祭扫完毕后 由祖长主持 集合全族 至本族祠堂内 按备份大小 依次向祖宗排位规伴 并浸香 点竹 烧纸 献酒 祭壁按掌佑尊碑就坐 分食祭祖的酒餐 象征祖先赐福于子孙 皇家酒礼 在古代 皇家祭祀祖先都是在宗庙中进行的 宗庙制度是人们崇拜祖先的产物 它是人们在阳间为祖先亡灵建立的居所 按照古代宗庙制 天子七庙 诸侯五庙 大夫三庙 士一庙 百姓不准设庙 宗庙的位置也有讲究 天子诸侯设于门中左侧 大夫则庙左而右寝 庶民则是在寝室中 祖堂旁设祖宗神位 另外一些较大的宗族设有家庙 庙中祖先的神主是木制的长方体 在祭祀时才摆放 在祭祀的时候要设立祭器 而在祭器中 酒器占有很大的比例 祭祀的酒和用品不能直呼其名 祭仙师礼 皇家和民间除了酒祭自己的祖先外 还有酒祭孔子的习俗 从汉代开始 全国的郡县在每年三月都要行祭孔仪式 祭孔之后举行酒会 届时学堂的师生都要开怀唱饮 尽兴欢聚 到魏晋以后 朝廷和民间以周公为先圣 孔子为先师 南北朝时 每年春秋两次 举行式殿礼 各地俊学也设孔庙 到了唐代 人们尊孔子为先圣 严回为先师 试殿已经很普及了 唐宋以后 人们一直沿用试殿 并且以此作为学礼来祭孔 明代称孔子为至圣先师 到了清诞 朝廷以京师国子建为太学 礼文庙 孔子被称为大成至圣 文宣先师 这时候的庙制 祭器 乐器 及礼仪 都已成为祭祀制度 这时候 四礼规格也上升了 出现了电波 读著文 《三线电酒的礼仪》 在原始社会 万物有灵的观念逐渐形成 直至进入文明社会 这种观念 依然保留在人们心里 而这也是祭天 祭地 祭山出现的原因 祭祀天地始于夏商 当时出现地崇拜 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祭天 到了周代称之为交际 在冬至这天 国军要在国都的南郊环丘 举行祭祀 祭天 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为天子 祭天 是为君权神兽的最高统治者服务的 祭地 是在夏至的时候进行 它的礼仪与祭天大致相同 最早时 祭地是以血来祭祀的 后来使用酒食来祭祀 祭山祁宇 祭山祁宇 是我国的传统民俗 这种民俗与古代礼制 有着密切的联系 历代都很重视祭山 东汉延禧七年 也就是公元164年 就出现了以酒祭山的记载 当时常山国的相 蔡伦等官吏 主持以酒祭山的活动 后来 祭山祈祷风条与顺 作为一种礼制规定下来 如在唐代开元年间 政府就规定 凡周献汉则起雨 先射祭 又起戒内山川能行云雨 若月镇海独 周刺使上左行事 起山川叛思行事 献则献令献成行事 为了祈祷降雨 朝廷还专门对祭祀 做了明确的规定 其中就包括使用什么酒 什么牲畜 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 祭山制度 这种制度 世代沿袭 留下深深的烙印 民间在祈祇祭山时 也多使用祭酒行拜 以示前程 中国古代还有五四 五四是指祭祀门 户 景 灶 中溜 也有做户 灶 中溜 门 行的 古人把五四与五行 四季 五藏相互搭配 春四户 夏四造 祭夏四中溜 秋四门 冬季景 在汉位时 则按季节行五四 并且在孟冬之月 总祭一次 到了唐宋元时 又采用天子七四之说 四四命 中溜 国门 国行 太厉 户 灶 其中私命是宫中小神 他主督察人的年寿 行为善恶 太厉是无人祭奠的野鬼 主管人的生杀 明清两代仍记五四 与岁末在太庙西五下合计 到了清康熙时 则免除了门 户 中溜 景的祭祀 旨在腊月二十三 祭造 高梅祭 高梅祭 是我国古代最为悠久的祭祀活动之一 源起于上古 一般认为是由生殖崇拜演化而来 它既是庄重肃穆的宫廷礼仪 又是万众狂欢的民间风俗 古代宫廷大多设专门的场合予以祭祀 民间也各有名称不同的高梅祭场 踏歌舞蹈 弹情说爱 气氛热烈奔放 其中的某些形式 至今还保留在南方一些地区的传统节会中 高梅之计 涉谈于南郊 后非率九贫等人都要参加 汉书《五五子传》中记载 汉武帝生太子刘炬 就是祭高梅之功 东汉时期 人们在腊日前一天祭高梅 此外 古人还祭先一 在元成宗时期 朝廷把三皇定为先一 领天下郡县祭祀 明、清 沿用了这个体制 皆在皇宫的太医院里设殿祭祀 每年仲春的上甲日 皇帝派遣众臣官 获太医院的主管官员主绩 全体太医陪祀 在古代这些祭祀神灵的礼节中 不管是王公贵族 士大夫主持的祭祀 还是一般的民间祭祀 都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要先行泪酒 后宴饮 在祭祀神灵泪酒前 主祭人首举酒钟 恭敬肃穆 神色庄重 口中念念有词 向神灵祝祷 然后把钟中的祭酒 在地上分洒三点 再把钟中鱼酒 洒在地上 形成一个半圆形 这样就类成了 三点一长钩的心字 寓意为心线 希望神灵享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